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做完汤圆之后 因为那个地方是在新竹 新竹最有名 因为它风很大 你们是到那儿新竹拍的吗 对 因为去年的灯会是在新竹 新竹因为它风很大 就是台湾的封城 那风很大的地方特别适合做米粉 所以那个地方就它再去体验一下米粉怎么做 然后再吃一下米粉 然后之后呢 因为其实新竹很多乡下 它还有一些庙 那个庙是有活动的布袋戏 就是一个货车开来之后 然后那个就一开幕 然后就变成个舞台了 就在那边演布袋戏 那个是非常 我小时候的记忆也是这样 常常就有布袋戏 歌仔戏来演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 那灯会是一个系列的 除了这个台湾灯会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灯子叫做平息的天灯 那个天灯非常的有趣 因为它原来是因为治安不好 那个是几百年前的事 所以当家人出远门的时候 又怕中间被盗匪给抢了 所以他们戴着天灯 到了安全以后就把它放起来 表示哦 它已经平安到达了 那家人就可以放心 是这个典故过来的 那之后慢慢的变成 它当地一个文化的特色 然后就把你的希望写在上面 让你的美梦可以成真 所以那个地方变成每年元宵的时候 大家就会去哪里放 甚至全年都可以放 但是元宵节会特别的大 好 那个镜头 那个景象 多么的浪漫 多么的让人难忘 好温馨哦 而且它其实最有趣的是 它就在铁路上 所以那个火车一过以后 大家人就围起来 然后就开始放 然后放完以后 后面火车来 当然人又让开 那个是非常令人难忘的那种景象 我下次一定要再去台湾 再去台湾要放天灯 就下去放一下 写一下你的希望 没错 我的愿望 那个地方是蛮有味道的 当然在这个片子中 我们还看到 就是说它坐着公共交通 来看台湾 对 当初我们安排它去天灯的时候 我们是 以我们自己去那里玩 我们也会坐那个小火车 就是之前那个铁道是非常窄的 然后坐着车去 那一般我们如果是 请媒体去拍摄 一般我们都会自己有车 把它送去 可是如果说 不行 你要让它去坐火车 是 一定要 然后车子 把它送到火车 那之后车子再去那边等 再把器材载过去 所以等于是说 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安排 我们也希望它带来的那个画面是 真正游客到台湾去自己的体验 而不是说特别安排 只有这个特殊的记者可以看得到 但是大家去到那里都有一样的感受 那关于这个脚本的写作呢 之前有一些大纲 他自己我 我其实我在看他 我说哇他也是一个好 好可爱好用功的这样一个主持人和制作人 我们每次在安排这个节目拍摄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大的地图就贴在后面 然后大家就一直看那个地图要怎么拉 所以其实我们从台湾灯会跟之前的那两集 台湾茶文化跟台湾原住民的时候 我们花的在脚本上的时间就非常多 要做比较多的研究 那我记得我们台湾的同事跟我讲说 他为了这一集他打了三十几个电话 问了三十几个地方 然后把最好的地方然后能够配合的把它跳出来 因为有些东西不错 可是他那个时候他也许放假或者怎么样 他没办法去拍摄 所以他说其实他整个过程是还蛮辛苦的 但是得奖以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努力是有价值的 而且当然我相信他的那个台词的话 您也帮了很多的忙 就是讲什么说什么 因为您自己英文好 所以你可以帮他很多 还不错啦 那其实主要就是说我们必须帮他准备很多 我们这个背景资料 对背景资料 然后跟他提 有时候他他会讲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他的观点 可是跟跟那个历史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旁边更正他 可是说他也是听你们的更正啊 所以说他最后呈现出来这个片子 呈现出来他讲的话 他的那些内容的话 还是基本上都是你们这个 我们必须要很忠于现实的 忠实的 要把那个正确的资讯传达出去 嗯哼 所以这次合作的还蛮愉快的 对啊 那明年也 也因应这个也还有新的片子要要推的 是吧 好啊那广告之后下一个单元 我们听林主任说一下这个今年年底 明年都观光局都有哪些项目 好不好 稍待之后欢迎继续收看 有请不吝点赞 好啊 对啊 感谢观看